总检察长拿督阿默特里鲁丁昨天解释 当局没有撤销副首相拿督斯里阿默扎西健康思维基金会 反贪污案的47项控罪 他只是停控 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甫就认为 总检察长有权决定要如何去解释 但是关键在于给出的理由必须能够服众 因为这关乎人民对我国司法体系的信心 副首相阿默扎西在健康思维基金会 贪污案的47项控罪或是不等于无罪 让不少人大为不满 总检察长阿默特里鲁丁解释 当局没有撤销控罪只是停控而已 对于总检察长的这番解释 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今天出席 行动党妇女组大会后表示 现在重要的不是火箭能不能接受 而是公众对我国司法体系的信心 他认为总检察长必须给出一个 能够服众的解释 但总检察长有权决定自己要说什么 任何人都不能强迫 陆赵福也透露 他告诉过首相拿杜斯里安华 个别机构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确保不会动摇人民的信心 较早前陆赵福致辞时也强调 我国自独立以来就是多元文化和宗教的社会 政府和人民绝不容许极端主义 左右政治导致国家走向灭亡 陆赵福还重申 行动党坚持捍卫联邦宪法 当中包括阐明的伊斯兰教作为国教 马来统治者地位 马来文作为国语 以及马来人特权 另一方面也是交通部长的陆赵福透露 根据国家基建公司的数据 列车上的性骚扰事件出现上升趋势 因此他决定在轻快铁和捷运 增加女性专用车厢 并会率先在这个月中 在嘉颖捷运线开跑 之后再扩大到其他路线 当局会从原本的四节车厢 把其中一节设为女性专用车厢 陆赵福强调 为了保障女性的安全 无论再多男性谩骂和反对 他也会坚持设立女性专用车厢 对于她们的下方 在这种下方的阶段有点 决定的姿赵福特